一列中欧半列从河南郑州出发 前往德国汉堡 像这样从大陆发货 开往欧洲的中欧半列 已经突破五千列 一带一路发展的十条陆路通道 和十条水路通道 为大陆企业走出去打造重要桥梁 我们认为未来能否在政策 金融 人才等多个方向 推动民企融入一带一路的建设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带一路的民心 是否能够真正的相通 决定着一带一路的倡议 能否具备长久的生命力和发展力 在大陆国关智库与财经传媒 举办的一带一路与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上 参观学界呼吁民营企业发挥优势 借一带一路拓展海外市场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 而是沿线年代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 务实合作的重要的平台 我建议把一带一路实施的 在这种点放在东南亚 特别是放在中南半岛 在6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 国关智库建议了22个国家 作为重点投资目的地 提供当地的投资环境评估 作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参考 记者戴绿城镇茂北京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